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是Bertha Campbell PEI农业联合会的主席 我和我的先生正在运营一家生产乳品 牛肉和土豆的农场 感谢您观看这段影片 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们雇佣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 我希望这段影片中所描述的法则可以帮助到您 以便更好地在本地农场中工作 1.个人保护设备 在开始你的新工作之前 你应该确定什么类型的个人保护措施 可以保证你在一个最为安全的环境中完成工作 个人保护设备有很多类型 最为常用的包括以下几类 护目镜 护目镜通常被用在处理化学制品时 或者在汉奸设备 多尘埃的环境中 以及任何其他作业你认为需要保护眼睛的时候 护目镜的类型从尺寸到遮光有很多种 钢纸靴 从事重型设备或工地工作时 钢纸靴用来保护你的双脚 并且在和大型动物工作时也被很普遍地使用 听力保护 保护你的听力当你工作在嘈杂的环境中 例如电锯 联合收割机 拖拉机和动物 不使用听力保护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听力缺失 在噪音超过85分贝时 听力保护是必要的 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你听不见一个距离你只有一个臂常忍的声音 那么你就需要听力保护了 防毒面具和面罩 防毒面具和面罩用来防止你的肺部吸入有毒气体和粉尘颗粒 防毒面具通常被用在工作在化学制品 粪肥池 地窖和多尘埃的环境中 根据你工作的类别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防毒面具可供使用 手套 手套用来处理动物 化学制品 木头碎片和收割作物或肉 手套也有很多不同种类 务必结合你的工作使用特定的类型 反光服 反光服用在操作设备或低亮度的区域 或者黑暗的环境中 穿戴反光服不但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而且可以保证在你身边帮助你的人的安全 化工安全服 操作化学制品时需穿戴化工安全服 它可以保护你的皮肤以防止发炎和灼伤 清洗时要切记带有化学药品的衣服 与日常衣物分开 以避免化学残留物对其他衣服的灼伤 防坠落细带 从事高空作业时穿戴防坠落细带 它是为了保护你防止坠落而设计的 当进行高楼或进入井下作业时 需此细带 防坠落细带必须紧绕全身不得松弛 日晒安全 农耕需要许多户外劳作 对于天气 首要的便是日晒 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护你防止紫外线 中暑和疲劳 涂抹市面流行的SPF为15或以上的防晒霜 这类防晒霜可以保护你防止被有害的 UVA和UVB射线所灼伤 将防晒霜涂抹抹于脸上 耳朵 脖子和下巴 即便是阴天你也需要保护 因为太阳光线依旧强烈 佩戴太阳镜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以防止太阳光直射 并且避免因眯眼而导致的眼睛疲劳 同样也可以买到有遮光的护目镜 戴宽眼的帽子可以遮住你的脸 以防止太阳光直射 穿上宽松轻便的衣服来遮住你的皮肤 以防止太阳光的直射 在工作期间 要喝大量的水以保持水分 避免身体缺水 必要时进入室内或寻找树木的影子 中暑的症状包括 极度口渴、乏力、焦虑、头晕和头痛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症状 那么你就需要医疗看护了 刀具安全 进行园艺工作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刀 重要的是了解一些基本的用刀安全 以避免割伤和其他伤害 你的刀具要保持锋利 和锋利的刀相比起来 迟钝的刀更加危险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刀具 在你工作时 始终确保使用适当类型和尺寸的刀具 收割刀和切肉刀会有所不同 穿戴防切割手套 可以保护双手 在收割作物时被割伤 在切肉时 就需要由方轮纤维 锁链和网眼做成的手套 来保护你的双手 在某些情况下 也可能需要穿戴围裙 来保护身体 切割产品时 穿上护绑和长臂手套 可以得到额外的保护 在刀具滑落的情况下 快速跑开 可以防止刀具切向自己 携带或者存放刀具时 要将刀刃向下 以避免发生意外伤害 化学药品和农药 在化学药品和农药工作的环境中 最重要的是得到严格的培训 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如果你直接处理 或使用化学药品或农药时 应选择相关的化学药品 和农药课程进行培训 在处理化学制品之前 应该学习工作场所 有害物质信息系统 VMIS的课程 以熟悉标志和危险品 在处理化学药品时 请参阅材料数据安全表 MSDS 以了解更多有关 如何妥善处理该物品的方法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最重要的是 根据你所操作的化学物品 来穿戴手套 防护服和防毒面具 化学制品以下三种方式进入体内 皮肤吸收 透过皮肤 吸入 通过呼吸 和摄入 通过吞咽 在化学药品泄露的情况下 有吸收材料将会很有效 一定要将化学制品 存储在最初标记的容器内 如果不可以 也确保将其存储在标记最为清楚的容器内 始终保持存储区域的封锁 以远离安置的动物和儿童 在处理完化学制品后 切记要洗手 以防止残留物通过饮食 吸烟 和使用浴室进入身体 在农场作业的很多方面中 包括机械 如拖拉机 收割机 卷草机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死亡 进行机械作业时 切剥穿宽松的衣服 或松散着头发 因为有可能被缠绕 或者卷入设备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可移动的部件 例如碾压部件 随着机器的移动 你的身体可能被机器定住 或者碾压 挤压部件 你的身体可能会被一起移动的皮带 或者链条所挤压 卷入部件 设备的目的就是收入农作物 你也许会被移动的皮带链条 或其他部件一同拉入 拉入部件 你可能会被暴露在外转动的零件所拉入 例如PTO 高温部件 发生在设备移动中的皮带和链条 以及消声器 管道和热流体中 存储的危险能量存在于加压的系统中 例如液压装置 弹簧装置 和空气压缩装置 这些装置在不同类型的设备中都能被发现 例如装载机 卷草机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造成碾压和其他事故 为了设备作业时以保证安全 务必确保你的守护人员在你身边 以保证你的安全 免受卷入伤害 一个守护人员可能是安全屏障 以防止劳作者或其衣物 与设备部件产生接触 一个人可能被卷入PTO的例子就是 如果存在一位PTO守护人员 就可以防止劳作者的头发 衣物或其他物品被卷入设备 甚至将劳作者卷入 凭发生严重的伤害或死亡 进行设备维修时 一定要关备设备且拔出钥匙 并让人知道你的位置 以至于不会无意中打开设备 维修完成后 一定要替换可能已经离开的工作人员 并将维护中以被解锁的安全所 访回原位 保持设备区域的整洁 例如传送带 这样可以防止物体缠住 并抛出以造成伤害 绝不可以跳上或跳下 正在移动中的机械 例如收割机和拖拉机 处在机械作业的环境时 需注意周围 以确保自己远离正在开动的拖拉机 或器械 因为设备操作员 可能无法从拖拉机或器械中看到你 插车 在驾驶插车之前 最好从职业讲师那里 获得插车执照 以保证你了解 如何正确使用插车 在作业之前 完成完全检查 可以保证插车 处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中 检查的项目包括 轮胎气压 直视灯 紧包器 刹车和车插 以及查看磨损 或任何需要维修的地方 每次检查后签名 并且标注日期 以便跟踪到最近一次的检查 如果有任何需要维修的地方 立即让你的雇主知道 装载之前 请确认插车的负载量 以便可以称赞你所需要运输的重量 在搬运之前 确保所装载的物品 不会因为插车的移动而掉下插车 注意插车上的安全标识 这类标识将显示可能存在的危害 要意识到重心的变化 可能导致插车的不平衡或者翻倒 这可能发生在上行 下行 或崎岖的路面 插车应该只有一个司机 除非有多余的座位 或者安全带给第二人 额外的司机可能会造成 插车的不平衡或者翻倒 驾驶插车时始终要系好安全带 以免其翻倒 安全带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以防止插车翻倒向你 穿着高可湿度的衣服 例如反光背心 就可以让周围的人察觉你 动物安全 当和动物一起工作时 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需要了解 以确保自身安全 首先且最为重要的就是穿着得体 穿着钢纸靴可以保护你防止被动物踩伤 如果碰巧被动物咬到获得踢伤时 长的衣服可以保证你的皮肤不受伤害 有时候可能会根据你工作的不同 而被要求戴上手套 在进入动物饲养区域前 环顾四周且确定出口的位置 以便不时之需 始终从动物可以看见你的地方对它靠近 对它说话让它知道你的存在 以及要避开位于动物身后的盲点 当对动物进行作业时 需保持冷静和耐心 避免噪音和突然的举动导致动物受到惊吓 动物会在新的环境和多风的天气下感到不安 它们时常会因发情 受伤 离开族群 以及保护幼崽比平时对饲养院更具攻击性 始终对它们这种行为的变化情况和潜在伤害保持前提 当托运动物时要意识到不能让它们过度拥挤 确保地面防滑 并且谨慎而耐心的装切动物以防止它们受伤 当动物无处可拒时 切不可说或刺激它们 它们可能反抗并伤害你 记住在牵移动物时 比起黑暗的地方动物们更乐意取光亮的区域 重要的是记住动物们是难以预料的 无论你对某种特定动物有多么熟悉 它们总会做出不可预见的情况 且导致行为上的改变 正如你所看到的 在农场中有很多法则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而今天我们只思考并涉及到其中的一些 保证你的安全和远离伤害的方法 在工作中 仍有几件保证安全的事情 需牢记在心 首先 且最为重要的是 始终确保你自己在工作时受到正式的培训 你有权接受培训 且不操作任何设备 除非你已经受过训练便会轻松地使用它们 其次 始终穿着个人保护设备 你是唯一在农场可以保护自身安全的人 所以在你的工作之前 花些时间去拿些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三 有问题别犹豫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一些事情 或者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去问你的雇主 他们会为你排油解难 世上没有愚蠢的问题 最后 在工作中别忘了休息 吃些点心 喝些水 以保证体内的水分平衡 特别是在高温的环境下 确保自己在晚上得到充足的休息 并均衡饮食 为了你的健康和良好的工作状态 这些是很重要的 员工有以下三项基本权力 可以帮助他们旅行安全职责 第一 知情权 雇员有权知道他们工作的危险性 并且知道如何识别和处理这类危险 以免对自身或其他人造成伤害或健康问题 第二 参与权 雇员有权享受工作中健康和安全的环境 雇主应该在是否影响雇员安全的问题上 与其进行协商 第三 拒绝权 当雇员有正当理由认为此项作业将危及自身健康或安全 或他人健康安全时 他们有权拒绝工作 如果该雇员拒绝工作 他应立刻向主管报告 感谢你抽出时间来观看这段影片 我们希望这对你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 如果你需要这段视频中所提到的更多信息 或你想了解更多有关农场工作的安全培训 请随时联系PEAN农业联合会 我们将乐意为你效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